大家好我是白董 那么现在呢是我上班的日子 然后我想说趁休息的时间 来让大家看一下我平常上班的地方 跟我使用的一些器材 那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的防疫期间 所以说我们的服务区里面呢 有做一些改变 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 好不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上班的器材 我六日的早上啊 会在我们北站门口的右手边 然后呢超过12点啊 像五六日的12点以后 我就是在这个南站的路口右手边 那这是我平常使用的器材 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用的这一对喇叭 是来自于意大利的MBT Pro 10寸 那这个是意大利进口的喇叭 那声音其实还蛮不错的 只是价位有点高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的底部 是一台POWER MISSER 那大家知道什么是POWER MISSER 就是有前级跟后级坐在一起的 所以它叫POWER MISSER 好那这是Beyrange的E680S 然后呢我介绍一下我的麦克风 这一支 这一支麦克风是 我以前大概市面上所有的麦克风 我自己都买来玩过 我后来觉得这一支是最适合我自己声音的麦克风 不过这一支停产了 这一支是AKG的D3800S 这一支麦克风呢 它是属于那种声音比较浑厚 但是呢 诶解析度又还不错的麦克风 然后蛮适合男生的 不过它停产了 然后呢我前女友用的麦克风是 铁三角的AE6100 那这是一个我们尝试过比较适合女孩子痛的一支麦克风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因为这个我们用了好几年了 所以说外观上会有比较多的花伤 那当然嘛 我们表演最重要的是吉他 那其实我以前呢 在我做频道之前就认识我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说我以前 几乎都是拿Taylor在上班嘛 然后我现在拿的是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Tiers的Custom Shop 那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国道服务区表演 我觉得拿这个感觉比较好 因为休息站高速公路 就呼应到我们当初设计的这个道路啦 然后我装的实际器是Fishman的Ray Earth 这是一个主动式的双系统实际器 那声音很自然很好听 然后呢再跟大家介绍几个东西 我觉得对于我们喇叭音响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们看看起来很像一条延长线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绿电的排叉 电源对喇叭的声音影响 其实是蛮严重的 就是你电源越干净 你的喇叭声音就会越好 所以我们才有买一个绿电的排叉来使用 那这个是Monster的 不过这个现在好像也没做了 我当初买这个排叉 就大概花了六七千块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服务区的卖场 那因为新冠病毒嘛 他们有做一些防疫上的措施 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服务区的正门口 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个广播 那因为防疫期间嘛 这边是属于高工局的 所以说进入我们的卖场 就一定要佩戴口罩 然后呢 我们服务区的正门口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有一个进 然后一个出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们其实本来有三个进出口 另外两个进出口呢 封闭正门口做直进直出 就是说要来管控进去里面的人 然后现在进入休息站呢 都一定要先量体温 如果有发烧的话 像三十七六点五 就没办法进入我们的休息站 而且一定要佩戴口罩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进来呢 就要量体温 然后说口罩的部分 如果我们没有口罩就不能进来 所以这边呢也有贩售 就是那种可以重复使用的布的口罩 然后也有抗菌功能的 现在是用能力来量体温 然后之后我们就会用感应式的红外线 直接来量我们有没有发烧 那有发烧的话 这边就会直接有警示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地上 现在地上都有一个标记 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室内啊 那尽量还是保持1.5公尺 在那边有一些小标语 然后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像这边啊 这里是结账的地方 所以说他也希望说大家排队 在后面排的呢 也要隔一小段距离一样子 我们现在来到了便利商店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所有有结账的地方 他都会有一个 排队跟等候的一个区域啊 有点像我们那个提款期 有没有 大家去领钱 后面会隔一段那种感觉一样 因为现在就是说 室内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嘛 然后呢 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吃饭 是不是就一定要脱口罩了才能吃嘛 所以现在我们服务区把原本的桌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本来一张桌子可以坐到七八个人 然后他现在就是用这种板子 隔起来就变说 一张桌子四个人吃 而且啊 你吃的时候 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吃 我们口罩拿下来 比较不会跟旁边的人直接接触到 也蛮有趣的啦 就是这样子隔 就好像有那种小包厢 个人座位的感觉 然后像你看这种方形的呢 也有这样子隔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来让我们比较安心的用餐 而且我们这个服务区里面 他大概一两个钟头 都会全部的消毒过一次 然后我刚刚有讲说 入口现在只剩下大门嘛 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刚说的微出口 因为现在要管制他出入的人口 所以我们现在像这种出口啊 都是封起来的 但是呢 他其实是活动的 就是说如果 里面真的有发生意外的话 这个门都还是可以轻易推开的 只是说目前就是不要让人家随意出入啦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边的水龙头啊 大部分包含那个厕所那边啊 都变成这种的反应式的水龙头 所以说就不用怕 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病菌啊 握在上面呢 在开洞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出去 就会跟刚刚的位置不一样了 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你现在有看到一个公务特用 这两格现在啊 因为很多就是从桃源机场回国的一些活人嘛 他们有的可能回国以后 都要自主隔离14天 然后呢 他们就会有那种 防疫计程车 跟防疫专车 现在这个公务车用啊 就变成 防疫计程车来停靠的地方 只要防疫计程车来 他们防疫计程车 就会先打到服务区里面 然后跟人家讲说 哎 我们现在防疫计程车要进来了 我们这边的清洁人员呢 就会穿上那个 隔离衣 然后背那个消毒器的装置 从他们下车开始 比方说一个人下车了 往厕所那边 他们就会有保全 然后来管制 开一条 隔离的人啊 他一边走会在后面做消毒 来让他跟一般的游客 不会直接接触到 所以说他在厕所也不太一样 我们去看一下 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两间 就是前面有放牌子的厕所吧 这个就是我们防疫计程车 卫国的国人 然后他们如果要上厕所的话 保全会开到 让他们上厕所 他们不会跟我们一般的 使用者接触到 这两间都是 那因为有时候他们 还会有那种防疫的巴士 就国光号 然后他们就会停在后面 然后呢 他们国光号可能 10几个人下来 一个人下来就消毒一次 一个人下来 就跟在后面消毒一次 而且这些人上完厕所以后 这个厕所啊 就会马上的在做全面新的消毒 好啦 今天那主要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工作的环境 我在这边表演大概 差不多有七八年了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器材 那顺便看一下就是说 现在因为防疫期间 然后我们的休息站 我们这整个服务区 现在为了这个防疫 然后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也希望说 大家如果没事 就是就少出门嘛 那要出门的话 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保护自己 然后呢 也保护别人 然后如果你是到服务区来的话 那你也可以很安心 因为我们一两个小时呢 就会全部消毒过 然后呢 有防疫巴士懒 也会有专人一整路喷消毒水 好不好 那也祝大家平安的度过这个 新冠状病毒疫情的时间啦 也祝大家 那我是白董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请不要帮我按赞 订阅 加上分享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